美国中情局前职员斯诺登据报仍然留在莫斯科机场过境区 俄罗斯总统人权委员会主席表示应该为斯诺登提供政治庇护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不会派军机拦截斯诺登 而香港入境事务处表示不会再允许斯诺登入境 俄罗斯总统人权委员会主席费多托夫表示 斯诺登揭露了美国政府监控公众信息 对公众造成危害应该得到政治庇护 他说如果俄罗斯向斯诺登提供庇护 可以由总统普京亲自决定 斯诺登被报仍然留在莫斯科机场过境区 并没有登上当地周四前往古巴哈瓦那的班机 有报道说由于美国已经注销斯诺登的护照 他没有有效的证明文件买机票离开 协助他的维基解密早前表示 他已经获得厄瓜多尔发出的难民安全通行证 一个在美国的西班牙语电视台 也都公开安全通行证的副本 上面著名由厄瓜多尔驻伦敦总领事 向斯诺登发出通行证 要求给予他适当的协助 以便他前往厄瓜多尔申请政治庇护 证件发出日期是6月22日 也就是斯诺登离开香港的前一天 厄瓜多尔官员承认 驻英国总领事馆确实曾经发出通行证 但没有获得政府授权 通行证已经失效 有分析指事件显示 厄瓜多尔政府内部出现了分歧 不利于斯诺登的政治庇护 不过厄瓜多尔总统克雷亚 继续对美国展示强硬态度 他宣布放弃原来享有的美国关税优惠 以维持独立处理斯诺登的庇护申请的权利 继续对美国均 宣布